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安东尼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人这一生最好的活法 没事早点睡 有空 多挣钱 前段时间 闺蜜哭着打电话给我 说她失业了 原来她们公司最近在裁员 而刚入职不到一年的她 正好在第一批的裁员名单里 离职的当天 老家又打来电话告诉她 把她从小带到大的奶奶 突发疾病去世了 失业与失去至亲的双重打击 让闺蜜的心情跌到了谷底 那段时间 她几乎整日以泪洗面 到了晚上 躺在床上就开始胡思乱想 越想越焦虑 越想越伤心 经常睁着眼睛 看着天花板 直到天亮 严重的睡眠不足 还影响到了她的健康 由于头昏脑胀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她的肠胃也跟着出了问题 我见到她的时候 她整个人已经瘦了一圈 浓浓的黑眼圈 挂在消瘦的脸颊上 气色差到极点 我拉着她去医院看胃病 在开完一堆药之后 医生看到她灰败的脸色 语重心长地说 病要三分治 七分痒 看你这副样子 怕是最近都没有好好休息吧 没有足够的精神 怎么能够战胜疾病呢 今天回家早点睡觉吧 听了医生的嘱咐 闺蜜决定以后每天晚上九点 准时上床睡觉 一开始入睡还有些困难 渐渐地她开始习惯这种作息了 每天早上九点关了灯 躺在床上 一直睡到第二天八点自然醒 半个月过去之后 闺蜜的胃口和气色都恢复了许多 甚至连情绪也稳定了不少 睡得早就不会再有时间胡思乱想了 她说 每天睁开眼睛 看着洒满阳光的窗台 忽然觉得 人生中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我得向前看 只要还活着 一切就都有希望 恢复以往的状态后 闺蜜马上开始了求职 并收到了几家心仪公司的offer 常常听到很多人问 该如何度过人生中的低潮期呢 毕书敏在书里回答说 安静地等待 好好睡觉 像一只冬眠的熊 对于陷入痛苦困境中的人而言 在深夜里独自悲伤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反而会打乱原本正常的生活 当我们觉得疲劳 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 不妨先让自己休息一下 好好地睡一觉 为自己充好了电 养足精神 才有能力抵抗世间的风霜雨雪 我相信 一个身体强壮 精力满格的你 一定能解决人生中 80%以上的难题 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位网友 讲述自己的故事 他刚毕业的时候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 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自己过得舒服 他不想工作太累 于是找了一个简单且工资很低的工作 他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 一到放假就整日卧在家里 看看电视 吃吃零食 他觉得自己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所以从不攒钱和理财 每个月几乎都是入不敷出 直到有一次 他的妈妈突然因为心脏病住进了医院 他才头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父母 也在慢慢地衰老 不能坐他背后永远地靠山 那一晚在医院昏暗的走廊里 他一边排队 一边皱着眉头 看手里上万块的药费单 心里突然慌了 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到5000 每次都是不到月末就全部花光 银行卡里也只有可怜的1000块钱存款 如果不是父母有点救急的积蓄 恐怕这一次的手术钱 他们都付不起 那一刻 他终于意识到 没钱真的是太可怕了 从那以后 他开始努力工作 争取升职的机会 也开始偶尔兼职 挣挣外快 生活虽然变得辛苦了一点 但是 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增加 他心里的底气 也渐渐足了起来 讲到最后 他感慨到 以后至少不用再担心 爸妈生病 付不起医药费了 或许还能选择更好的医院治疗 长大之后 我们渐渐明白 好好挣钱 并不是因为探幕虚荣 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 和我们的家人 在以后的生活里 能更加体面 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之前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 叫《我的前半生》 剧中的女主角罗子军 名牌大学毕业 长相漂亮 身材窈窕 就因为当初老公的一句 我养你 一毕业就心甘情愿地 做了全职太太 安心地在家里相夫教子 但后来丈夫出轨 两个人离婚 因为没有工作 平日里花钱大手大脚的罗子军 离开了丈夫 几乎没法生活 也是因为 没有一丁点经济能力 罗子军还差点 丢失了孩子的抚养权 好在闺蜜唐经 陪在他身边开导他 帮着他一起找工作 终于找到了合适自己的工作 拥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 罗子军才慢慢地站稳脚跟 后来学会了自食其力 并在事业上 小有成就的罗子军 靠着自己的努力 终于一步步地翻了身 对于成年人来说 工作和收入 就是最大的底气 因为金钱 能给人们带来独立和自由 而我们毕生所追求的 也正是这种独立 和自由的生活 无论何时何地 自身的努力 永远比依靠他人来得踏实 正如毛母曾在 《人性的枷锁》中所说的 人追求的当然不只是财富 但必须要有足以维持尊严的生活 使自己能够不受阻挠的工作 能够慷慨 能够爽朗 能够独立 有句话说得好 没事早点睡 有空多挣钱 从前总觉得这句话庸俗 但慢慢发现 话操理不操 曾在知乎上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说 治愈失恋的特效药是什么呢 最高赞的答案是 时间和金钱 首先你需要花时间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养足精神 直面这段失败的感情 另外如果你没钱 就只能买瓶啤酒 坐在路边哭 但如果你有钱的话 就可以飞到巴黎哭 飞到伦敦哭 飞到马尔代夫 一边度假一边哭 不过一趟旅行回来 美景和美食 大概已经让你忘了 悲伤是什么了 其实 好好睡觉 和好好挣钱 不仅是治疗失恋的特效药 它们对你人生中 遇到的一切困难 皆有其效 首先是睡觉 据波士顿的科学家们证实 睡眠能有效清理 我们大脑内部的垃圾 只有在睡觉时 大脑才可以利用脑挤液 将所有废物沿着血管清出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而这些废物中 有一种名为 β淀粉样蛋白 它就是导致老年痴呆症的 罪魁祸首 所以说 如果你因为烦心事 或者别的什么事 没有好好睡觉 那么你就是在慢慢地变傻 其次是挣钱 有人说 人生中80%的困难 都可以用钱来解决 而剩下的20% 也可以靠钱来缓解 与其在无聊与闲散中 得过且过的耗费人生 不如忙起来 让自己的人生 变得更加有价值 有意义 劝民诗云 不见闲人精力长 但见老人 精骨石 当我们把时间 都用来养精蓄锐 提升自己 每天规律生活 踏实挣钱的时候 往往就能屏蔽 一切外界浮躁的杂音 到那个时候 也许就会发现了 很多以前我们认为 解决不了的问题 都迎刃而解了 给文章点一个在看 好好睡觉 好好挣钱 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个 又忙又美 又快乐的自己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点一个在看 或者在留言区 给我们留言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